中共高官 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三位浙江系出生的中共高官近日相繼失勢 專家認為二十大之前中共的內鬥會更複雜 1月26日官媒人民網報導 浙江省委袁常委、杭州市委袁書記周江勇 因為與資本歐連以及家族息腐敗等問題被立案調查 同時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根據報導 周江勇的罪名包括政治意識淡漠 對中央決策揚奉陰違、支持資本無罪擴張等等 周江勇現年未夠55歲 浙江寧波人 他曾在寧波工作近30年 官至寧波市委常委 2013年後 周先後在周山、溫州、杭州擔任一把手 2017年2月 未夠50歲的周江勇已經跡身浙江省委常委 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常委成員 2021年8月 周在任職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時被查 另一位出身浙江、之後赴河南任職的官員 近日也被立案 1月21日 中共國務院調查組公布去年河南720災害調查報告 該報告首次承認鄭州地鐵及京廣隧道 在洪災中的眾多人員死亡是一件責任事件 並且破天荒承認鄭州門部死亡人數 市任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 被列為主要責任人 中紀委決定給予徐立毅黨內處分 政務降級 同時立案調查 徐立毅也是本次被問責的最高級別官員 2年58歲的徐立毅曾經長期在浙江任職 1983年至2001年間 徐一直在浙江漁耀市工作 官至漁耀市副市長 2001年後 徐分別在寧波、杭州、溫州等城市擔任不同職務 2019年6月 調任至河南鄭州 第三位出身浙江現任職黑龍江省的官員王永康 試圖也發生變化 1月26日黑龍江官媒黑龍江日報 微信公眾號消息 王永康當選為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他已於1月20日被免去黑龍江副省長職務 副省長是實權職務 而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只是虛職 所以王永康表面上看來似是平級調動 實則權力旁落 公開資料顯示 王永康出生於1963年11月 在1999年至2016年間一直在浙江工作 先後在漁堯、寧波、麗水市任職 2016年任最高官職 浙江省委常委、統戰部長 同年王永康調至陝西省任省委常委 及西安市委書記 2019年又轉赴黑龍江省 習近平在2002至2007年任浙江省委書記 中國問題專家李燕銘對大紀元記者說 浙江是習近平的大本營 他成為中共總書記之後 確實是提拔了不少浙江的官員 但這並不意味著出生浙江的官員都是他的人 李燕銘表示 這三個官員失勢的背後有許多種因素交織 涉及各方勢力的博弈 顯示了中共內鬥的複雜化 相信中共二十大之前 圍繞著習近平連任等問題 高層內鬥態勢 會更加複雜和詭異 在中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中 去年就有10個省的省委書記換人 其中單單10月份就調整了7個 今年截至1月21日又有10個省理身 習近平在近10年的執政中 清洗了大量江派官員和利益集團 因此在黨內有大量的反習勢力 以上內容由大紀元專題部記者易凡採訪報道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